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蔡天鳳單案現在幾名疑犯,已經是叫做落案要起訴它。 而這單案來到現在,暫時錄片的這一刻, 蔡天鳳的雙手或驅幹仍然未找到。 至於用來做碎屍那間屋,業主都幾慘。 這間屋連日來了,有好大批警員入到搜證調查。 這一間屋由疑空前老爺的名字租租,現在變了凶宅,業主變受害者。 有凶宅投資者表示,香港凶宅大王表示, 這個物業短期之內好難轉手或出租,造價可能都要打五折, 拆了重建可能更加好。 它講到,這一個涉事的單位在大埔龍美村, 鄰近大美督和龍美灘, 車路就可以經由丁國路分支駛入。 參考地產網站資料,龍美村成交是稀疏的, 現在那裏有二十個二手放盤。 一個三樓連天桌互形面積七百多平方尺, 至於地下單位的嬌價由四百四十五萬到五百六十萬不等。 至於全棟村屋放盤面積有二百一十平方尺, 就嬌價一千五百萬。 由於今次事件程度非常強, 相信這單位的上層和周邊物業的租金樓價都會受影響。 而有香港凶宅大王之稱的物業投資者五冠流表示, 這單案件屬於謀殺,而且太出名太轟動, 令人印象深刻。 短期好難出租放售,造價估計要打六折甚至五折, 指出旁邊的村屋物業都會受到波及, 樓價跌至少一成以上, 還要看購買家接不接受得到。 同時他又說,一般單位變成空窄後, 業主就會叫法師去到單位超渡亡靈, 全屋重新翻身,才會再安排放租放售, 但他認為這單位整棟賊都會重建好過, 但外觀間隔都要完全改頭換面, 但由於村屋未必傳動都有同一個業主所擁有, 如果想拆除重建,便需要傳動的業主同意。 根據新聞報道, 就說在大舖區有從事村屋買賣地產代理由指, 短期就好難有人肯買或租率單位, 相信就要等一段時間, 事情雕淡後才可以透過拍賣形式, 用超便價出售。 以及他說有別於一般的分層大廈, 這一個串屋拆卸重建之後, 仍然都是同一個空間位置, 觀感上邊分別就不大了, 就算重建都不會有太大的幫助, 這新聞上邊所講, 而其實以我自己以前當年都做過地產, 沒有做地產之後, 都進去過空宅的或空宅附近的單位, 即是自己可能就幫朋友看, 或者自己看看, 即是八卦地看下樓, 其實空宅這件事, 你進去很明顯, 那個地方你是不舒服的, 再加上, 在空宅的隔離左右都很難買, 不可以說隔離左右, 幾乎就是左右上下一個十字形, 是很難買的, 但是同一層基本上那個赤價都會比較低, 雖然銀行是可以做到貸款, 但是如果你是想著自己住的話, 基本上你不會選擇這些單位咯, 有很多選擇咯, 變了拿著這些單位的業主, 就真是欲哭無門了, 再加上現在的資訊都很透明, 有很多的空宅資料, 亦都會上網看得到、查得到, 有人甚至是整理了個清單出來的, 好似這一類咯, 你說在他隔離或上邊的單位, 基本上你不用指意有人賣得出, 就算好似他最後咯講, 說你整棟重機人, 你要改間隔, 但是你在同一個空間裏面的, 理論上來講, 如果在同一個空間裏面的話, 其實你沒有做好處理, 他就會一路困在那裏, 困在那裏的話, 可能在裏面住的人, 一個不幸事找下, 就會撞到些奇怪怪的東西咯, 而其實這一類咯的空宅, 就算你是找人去超渡了他, 有時都未必有用的, 因為你超渡完, 可能人家都還是留在那裏, 就以台灣為例咯, 他們那邊咯, 我自己有看過些例子咯, 他們那邊有空宅的, 想超渡完都沒用, 繼續都是在裏面的, 然後他們就會選擇整棟東西拆掉它咯, 跟住整棟地雕吉它, 在那曬太陽, 連續曬七七四十九日, 曬到它滿了氧氣咯, 跟住再去叫做重建咯, 然後就改頭換面咯, 不是做回一樣的東西咯, 但是你這一個位置做不做到咯, 看怕都是比較難咯, 就算是起回, 都只不過是同樣size差不多間隔的村屋咯, 所以現在這單東西, 業主是幾頭暈咯, 即變了賣又賣不出, 租又租不出, 沒理由自己住回咯, 找命薄咯, 和這單東西咯, 它亦都無得叫人賠償些咯, 可以叫做求助無望咯, 就算它做了法事, 好似我剛才咯講, 你是叫做重建咯咯, 但是人家一上網查, 就知道, 你這裏有哪裏是新重建咯, 就得你這裏, 你可不可以說這裏不是那塊地咯, 你不得咯, 你這樣就變了騙人咯, 最後業主到底會怎樣處理這家屋咯, 好咯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咯, 大家有咯想講咯, 下邊留個言咯, 我們下集再見咯, 拜拜!